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n 自从上次最尾过一疊 你小龙尾段 要了之后 再加上那本东方不败第49期 拿到手之后 好像很多港漫想要的都要了 都没什么 哪些说特别想吵就要了 声声碎碎 因为我一套中华英雄的修订本 其实我差第一期 去到76期尾段也差一点 那些要不要都罢 坐到45期齐就算了 因为第一期原版也挺难找 要了伏黑代替 其实它奇怪 因为它是最后 所以如果看回 如果真的原版的话 复黑版其实它少了最后一页 所以如果真的上齐 就要第二期 这一页 要完才是真真正正正的 原版的修订本第一期 所以第二期也要了 要了二手书 感觉上 齐了一套 少一样 心挂挂了 另外 看到白金龙 因为 因为 我都觉得它的作品 More有趣 还有我喜欢它的名字 初时起而很留意它的书 其实如果它博妆 art 不是这么多 因为它早期画小一点的连环图 它也尝试 对 复妆 art 所以我来看看这本作品 走六前 八九年 蛋劍江湖 看看里面的画 其实你看到 同样八九年 当时马荣成 已经非常非常漂亮 这本叫做 《弹剑江湖》 白金龙夜作品 你看到的画 其实一比较底下 一比较差很远 而且 他是想画武功的 一招一拭 但其实我也看了这一期 《弹剑江湖》也很乱 自然当时 这么激烈的环境下 出了《弹剑江湖》 就烂了 看回当时这本 还未到八九年 刚刚开始马荣成 画商人复刻版 你也看到 真是漂亮 非常非常多 比较底下 白金龙又开始淘汰了 这本也很少见的 如果有《弹剑江湖》的话 另外 如果说回现代 最漂亮唯一的选择 我就真是优福龙了 这本《弹剑江湖》 看看也挺有趣的 尤其是有差不多一年多 他也想有些表达 尤其是想画无面超人 甚至因为是现代 他尽量加回现代的元素 又加了 直接跟着无面超人变身 然后又画李小龙 我们一些喜欢的元素 都尽量加 加到学期 希望就画到一百期 今次一个小分享 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